人权是普世价值 已经成为台湾人的共同认知 而7月初由台湾率先发起的 联署举报江泽民行动 最近也获得27万台湾民众的响应 而他们不止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 更向中国司法机关喊话 要将迫害人权的筷子手绳之以法 不要说十亿超过一亿人签名 我想那个力量习近平不会看不到 我想江泽民不会不害怕 签下刑事举报书揭竿而起 台湾各界声援中国民众告江 其身讨伐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7月中旬号召6万多人联署 点燃亚洲刑事举报江泽民运动 三个月来数字持续累积成长 台湾人用行动诉诸司法正义 尽一己之力拯救善良 已经达到了27万人之多 我们非常欣慰看到善良跟正义的台湾人民 认清了江泽民在中国大陆迫害人权 残害法轮功等等邪恶至极的行为 追溯一首发起灭绝性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直指犯下火灾器官等反人类罪行 台湾从官员名义代表 到地方有利人士 部分党派加入刑事举报行列 活灾器官这是真无人犯的台湾 我们站在医生的立场 这种因为侵害到个人的身体 这是很严重的台湾 怎么可以为了预取之力 去产害一个人的健康 去灾掉一个人的器官呢 我想这是不对的 不论是位居庙堂之上的官员明代 还是在街头遇见的市井小民 许多台湾人恶话不说连数 声援敢于用真名实信 控告江泽民的18万中国民众 那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人权人道的追求 我们台湾人民相信是百分之百 完全的支持 更重要的还是他们中国人民 自己的觉醒 因为这些最直接的受害者 反而是中国人民 如果真的可以在中国的法院 开这个庭的话 那真的就是中国司法史上的分水岭 随着这样一个潮流来将江泽民起诉 我相信这样才是真正的 捍卫人民的基本人权 向中共两高喊话 顺应潮流起诉江泽民 台湾人权律师相信 速将大潮必成功胜诉 尽速终结这场21世纪的人权灾难 新唐亚太电视 常常常庄宣 台湾台北怎么到 速播放